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杀他 而且杀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是在民间的社会的反响当中 他前面薄熙来这个案子已经弄得被薄熙来搅了局了 他搅局的一个背景就是让我们看客 普通老百姓的看客看到了这个体制的腐败 对吧 他整体的这种邪恶的腐败 这是非常清晰的概念 你在人们已经知道你这个共产党本身的邪恶 但是呢 作为老百姓的看你薄熙来这件事情呢 觉得自己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没那么关联 对吧 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 到北海 中南海后门 大家乘凉的时候 就看对面中南海 看他们干 对吧 就完了谈论谈论今天中南海又怎么着了 啊 子当纳粮休息了 对吧 所以他他跟切身的利益没有那么近 哎 你说这个这个我就说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周强抽了杨角峰了 你非24号给媒体下个通知 25号你就杀他 你给媒体下通知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缺了巴贝德的事 给媒体下通知 你就知道这把刀与其杀了夏俊风 你不如说是杀给所有人 你知道这样的杀法 这样的做法会引起民愤 但偏要杀 如果对比23号 9月23号到25号 习近平又去了河北省 让河北省常委之间相互接批的话 那我个人解读的话 那你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只不过是执行 啊 盟建柱 啊 执行王岐山 或者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要杀这个 夏俊风 那我只能这么理解 也就是 在整体上要数位 树立强权的威望 那夏俊风这件事情呢 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讨论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直接讲 夏俊风是否必须要死 那整个的就把这件事情重复了一遍 紧跟着就把相应的讨论拿出来 他讲说 网络上一片同情夏俊风的声音 法学界展开了讨论 很多人感情天平 偏向了作为弱者的夏俊风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 同志伟对纽约时报讲 从这一个案子本身看 夏俊风的命运处于死缓和死刑两可之间 之所以民间的天平偏向夏俊风 根本原因是官民矛盾激烈 城管已经成为民间动辄发泄不满的代名词 人们更多的是为夏俊风这样的弱者抱不平 对 城管成为了暴力的代名词 城管成为了这个体制的象征 这个管理体制的象征 所以官兵民反就在这 那官兵民反的概念呢 你杀掉夏俊风呢 就会激化这样的概念 与其说你说树威 我们想习近平树威 不如说加快死亡 在有一天共产党倒台的时候 所有人上街就像我们说76年 陶哥上天文广场 就是概念 终于完蛋了 就这么说 终于完蛋了 乱 大家高兴的时候能乱吗 对不对 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中国律师 隋木青 在微博上留言讲 夏俊风的死 不过是再次宣告了野蛮城管制度的胜利 新浪微博的另外一个网友讲 城管打死小贩赔钱 小贩打死城管赔命 这公平吗 这就是 这就是非常清晰的概念 这个体制是非人的体制 就会出现这个概念 当老百姓去反抗的时候 那在体制的管理者的角度来讲 他在抗争的这个体制 所以必须杀了他 对吧 所以就是我跟大家形容那个概念 这个体制我有权力的人 就是强奸者 施暴者 被强奸被侮辱的人 一旦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 那他就说了 用法律的名义 用国家的名义说 你在扰乱社会治安 你不是市民 我强奸你 你为什么不能享受呢 不能接受呢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被强奸者 当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 刺伤了强奸者的时候 那握有权力的人认为 这是暴民要反抗 因为他自己享受着权力的时候 把强奸其他人 侮辱其他人 当成他这个社会存在的正常的生活 中国著名的法学家 贺卫方 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呼吁 请最高法院公布 夏俊峰案件审理的全程记录 包括进行死刑复合的负责人名单 和他们的核准依据 律师刘晓源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从当年杀杨家 到杀何盛凯 就知道夏俊峰案最终的结果了 那杨家我们知道 我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讲了 这个夏俊峰已经被共产党塑造成杨家了 文章强调说 在夏俊峰一案当中 夏俊峰始终强调 城管在执法中暴力殴打他 导致他不得不采取正常防卫 而法庭并未采取有关正当防卫的证据 并不认为其属于正当防卫 而在整个过程中 有一些人证人主动出证 出来做证人 来证明夏俊峰是正当防卫 但是被法官竟然拒绝出庭作证 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当天 贺卫方在腾讯的微博上 就此事曾经与网友讨论过 他表示如果城管杀了夏俊峰 八成不会被判死刑的 因为党政高层需要清楚一个事实是 从前法院判出一个人死刑 民众会重口一词的赞成 但是夏俊峰案件引发的民意表明 今天的中共当局 与老百姓的利益越来越疏离了 这是危险的 我觉得还是文化了 他根本不是与民意疏离 他是完全与民意对抗 只有对抗的说法才会成立树微的说法 对吧 疏远没有树立树微的说法 疏远他还是要乞讨民意的 要关注民意的 树微是扼杀民意的 要不同意的民生 民意之声顺从他 我这么说的理由就是 媒体先接到通知 如何报道夏俊峰的案子 而这个时候 夏俊峰的妻子张经 夏俊峰的母亲 夏俊峰的儿子 并不知道大难临头 那不是魔鬼才且门的 我跟你说 这就是非常直接的概念 我刚才说这篇文章的 是纽约时报报道的 德国之声也有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杀了夏俊峰 还有后来人 他讲说 在冲突中刺死承管的夏俊峰 被执行死刑 25名中国律师发表 联合声明进行抗议 宣传部门的禁令 并没有阻止网民们 表达悲愤 杀了夏俊峰 还有后来人 这个是迎合了 共产党的一句 一个诗词了 那么个说法 那这个说法表明 数威者的今天 中共上层 以民间的老百姓 直接对立 对吧 你想数威 老百姓不接受 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文章他讲说 司法杀人 在天血债 这是直接的描述 那文章提到一个概念 25号下午 李方平 张磊 刘卫国 滕彪等 25名中国律师 发表联合声明 他们讲 夏俊峰 案一二审 死刑复合 阶段的辩护律师 在证据方面 提出了诸多质疑 认为不能排除 夏俊峰 被城管 强制带走 以及在执法室内 被城管 殴打等 合理怀疑 该案程序方面 同样存在着 诸多疑问 比如 死刑案件 证人不出庭 应当出庭的客观证人 被限制出庭 旁听席上的证人 违法作证 等等 所以 律师们抗议 最高法院 对证据存疑 程序 违法案件 透过死刑复合 立即执行 要求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 那 夏俊峰 死刑 复合意见书 那 等等等等 还是从法律的角度 提出了这样的申诉 那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概念 就在于呢 律师们 从法律的角度 给所有普通中国人 网民们 提出了一个参证 就是 如何 看到一个正常的法律 对待一个凶杀 应该有的程序 网民杨宁 在这个微博上讲 夏俊峰案再一次证明 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的公平 越来越让人质疑 社会本身的黑暗 国家法律本身的黑暗 改了中共烈士 夏明翰的一句话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俊峰 还有后来人 我说过 中共这一次过程中 一定是自己撕裂自己 整个的过程 在撕裂的过程 那 杀了夏俊峰 还有后来人 还是他自己撕裂自己 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 在维护自己的过程中 把共产党干掉 从王立军开始就这样 一直到夏俊峰被杀 被杀 杀夏俊峰 是为了树微 杀夏俊峰 是为了杀老百姓 不许有其他的声音 跟杀大威的概念是一样 在杀的过程中 他死掉 不信咱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